那我們要來做的是飛線性編輯的部分 我今天想要做一個竹蜻蜓 這個竹蜻蜓它會動 但是竹蜻蜓一邊動的時候 它上面的螺旋槳是不是要一邊旋轉 你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用我們現在所學到的動畫技術 你會怎麼做 那你是不是要一直常常去拉那個螺旋槳 讓它選擇 或之類的 是很不方便的 那如果我們今天呢 改用飛線性通話就會很方便 而且它會很難性 那我先做一個螺旋槳 好我們按S縮小 然後呢 按S Y 來 放大 放大 上面是橫的耶 現在是橫的耶 現在是橫的 對我現在就是要做橫的 沒錯 我要做橫的齁 那等一下再E那個桿子齁 我現在是做上面的那一根 然後再按S Z把它壓定 OK 我現在是要做上面的那根冰淇淋方法的那一根 好 那稍微調整一下 OK 好那我們 切換到玻璃圖來看 會比較清楚 好 好 那這時候我把這一根主星庭的方方給拉上來 好 插一下一點 好 下拉一點 OK 好 那這個方方做 接下來呢 我 我新增一個 啊 這一個 這個 這個 C-Land 啊 把這個C-Land呢 給說橫 然後 S Z 這樣 大 這邊 再說橫 再上 OK 那 那 現在的樣子 稍微看一下各個視角 你會發現它好像分開 所以我把這個點當作了 好 這樣子我們的主星庭的大致上看起來OK 好 那這一個是我們的主星庭的模型部分 它重點不是模型部分 重點是動畫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一個主星庭稍微畫一下顏色 設一下顏色 那這個也是我把頭設成綠色 好 這樣看起來漂亮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做動畫了 好 那我先把這個Core View先取下來 好 OK 你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主星庭 OK 那 我們現在要進入動畫模式 在動畫模式裡面 預設有三個 三個 動畫的窗格 那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 這個叫 這個叫 第一個 這個叫 時間軸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叫 那個叫 那第二個這個叫 這個叫 F-Curve F-Curve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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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叫 裏面 裏面 我們目前是設成F-Curve 還有一些正門 好 那 第三個這個呢 是 或者是叫Doshin 這個通常是用來你做關節骨架的時候用的 但是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叫NLA0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用過 所以我現在就分割四川 再加一層的NLA0 我希望做的動畫就50格就好 所以我現在先回到第一個開始 我現在想做的是上面的這個螺旋角的轉動 上面螺旋角的轉動 所以我先把它切到頂次角 我們想做這個螺旋角的轉動 那我在這裡先插入一個rotation 因為是轉動所以插入一個rotation 那你會看到這裡通通都有四個rotation出來 那這裡其實也有 所以我們是因為目前只有1頂 所以在故事很清楚 接下來我切到第四格 那這螺旋角轉得很快 所以我們希望它四格就轉1 3分之1圈 所以呢我現在切到第四格之後呢 我讓它按R轉1 3分之1圈 好 那時候再按I insertrotation 然後接下來我讓它切到第八格 同樣的我再讓它轉1 3分之1圈 我按R 轉1 3分之1圈 好 那再按I OK insertrotation 接下來切到第十二格 我再按R 轉回來 半圈的 好 那再按I insertrotation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OK 我們的這一個 上面的這個 如果我往回轉 它是不是會感覺有點在旋轉的樣子 好 那這裡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要讓它在某些時候轉 某些時候不要轉 OK 那我怎麼樣子設定這些動作呢 因為我沒有辦法說OK 就是 把某一個動作視為一個基本態度 來做調整 那NLA就是讓你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看一下這一段 我把它按後 你會看到這次我們現在的狀況 從0到12都有 那12以上目前沒有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 NLA這邊有一個叫cube action 如果我把這個雪花的補號頂下去 你會發現它變成一個 C補號的東西 那叫NLA check 這時候呢 我其實已經選了它 我如果按A的話是取消 我再按A就選了它 我可以按Shift D 就像複製模型一樣去複製一份 然後呢把它拉下來 我再按Shift D 再去複製一份 再把它拉下來 再按Shift D 再複製一份 再拉下來 那我們可以有時候轉有時候不轉 所以我可以這裡把它拉過去 某些時候呢 就連轉兩次吧 某些時候呢 就不轉 好 大概像這樣 那 再加一個 好 這樣 哇 這樣到哪裡了 這樣到了 我花一百多了 所以我這邊設一百二十號 好 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可以 可以移動 按G 可以移動 OK 那當我這樣子挽回的時候 你會看到 好 在這裡 它有在轉 在這裡 在這裡 它不轉 在這裡呢 它又有轉 在這裡 它又不轉 好 到這裡 它又轉 OK 所以你可以任意的組合 這種基本方法 這樣 大概清楚我們意思 好 那我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呢 我按S把它拿掉 就只剩這一個 NLA check 類的 好 那接下來呢 啊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讓這個圖形體 一邊動 一邊轉 好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 先把視角 切到相機視角 它一開始在這裡 那為了要讓它一邊動一邊轉 不會分離呢 我必須要把這一個 跟這一個 兩個之間 側腹子關係 側腹子關係 好 那接下來 我就 開始 再繼續插入銀河 我先從第一個銀河 開始插 好 好 那我 讓它呢 一開始就是在這個原點 我是 插入location 位置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再 讓它飛到這裡 等一下 我應該先 這裡 比如說 到第15個銀河 好 好 我讓它飛到這裡 好 然後呢 再按I Nutation 到第30個銀河 好 我再讓它飛到這裡 喔 這個模型做得很像 快快一點點 突出來 沒關係 然後再按I Nutation 到第50個銀河 我讓它呢 我讓它呢 飛到這裡 來 按I Nutation 好 然後呢 到第70個銀河 我再讓它飛回來 中間 按I Nutation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 我這裡的 那個 竹精靈本身 身體的移動 跟這裡的 竹精靈的旋轉動 它其實已經混合在一起 好 可以感覺得出來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飛線型圈節 你可以把某些動作 視為一個 一個 基本動作 然後對它做 複製 引動 出感之類的東西 然後去 去達成你想要的動畫 OK 那各位 現在就可以試試看 好 那我讓這一個東西 比我 好 好 一反 跟 八十個就好 好 好 然後呢 讓它 撐下 讓它會有什麼情況 好 如果我可能 測一下環境狂 這樣 測一下環境狂 好 好 這是我們族清廳 然後我就讓它跑 等一下 好 這樣出來是照片 對 這個出來是照片 沒錯 我可能把它弄成影片下 好 不好意思 不過這裡好像沒有對得很急 就是魔鏡做失敗的地方 居然這部分 你是用直映機下去做的嗎 對 對 我剛好 它直映機做的比較多 我們大家做精靈的話 比較簡單 對 居然能錄導時間比較長 對 然後配著椅子